官方数据显示,中国在2月份从澳大利亚进口了价值2.37亿美元的胶煤和1.82亿美元的动力煤 这标志着中国对该国煤炭的进口正式恢复 根据周一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 上个月进口中国的澳大利亚胶煤量达到72,982吨 而动力煤的进口量则达到134,254吨 虽然这些进口显示了两国关系的谎则 但是数量远低于2020年中关系转向之前的水平 在那年的2月份,中国进口了340万吨热煤和390万吨焦煤 今年,然而由于其质量、价格和物流优势 中国买家已经加紧了对澳大利亚煤炭的询问 国有公司也表现出了新的兴趣 据SXOAL.COM主编Harry Will 称 这家位于山西的煤炭信息提供商还表示 许多超过2兆吨的船只在2月份离开澳大利亚 将于3月份抵达中国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之一 其煤炭质量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良好的生育 澳大利亚的煤炭主要分为两种 焦煤和热煤 焦煤是一种高质量的煤炭 主要用于生产钢铁 它的高能量和低杂质含量 使得它成为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煤炭 澳大利亚的焦煤主要来自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 这些地区的煤炭质量很高 热煤是一种低品质的煤炭 主要用于发电 澳大利亚的热煤主要来自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煤炭矿 澳大利亚的热煤通常比其他国家的热煤质量更高 具有低灰分 低流分 高热质等特点 总体来说 澳大利亚的煤炭质量很高 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严格的采况标准 这使得澳大利亚的煤炭在国际市场上有很高的竞争力 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首选进口来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